澳大利亚东亚论坛网站3月11日文章 原题向北京做出保证是为美中关系加装护栏的关键 2022年12月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印太事务协调员库尔特坎贝尔在阿斯鹏研究所称 需要加装护栏以防止美中关系进入不稳定区域 为此美中需要建立定期对话以消除中国对美国意图的最坏担忧 并抑制强硬与危险行为 中国分析人士担心美国正为遏制中国学企而采取冷战式的零和战略 美国应该寻求与中国重新建立具有前瞻性的对话机制 以澄清美国在该地区的目标并听取中国的担忧 防止美国的地区安排可能导致的最严重战略误解 美国应该从寻求与中国建立定期双边对话做起 以专门解释相应战略关切并避免误判 重启对话目标应该包括就美日印澳四边机制 美英澳三边安全伙伴关系和印太经济框架等地区倡议交换看法 重启此类对话并非易事 但重新建立战略对话的努力必须持续下去 双边保证机制是第一步 但多边机制更好 多边机制可能比严格意义上的双边机制更持久 旨在加强沟通和减少无端担忧的定期对话机制 对减少刺激中国采取强硬行动至关重要 但是如果此类机制受到政治消息的削弱 就无法发挥作用 至关重要的是 美国的对华政策方面发出的信息 应该避免加剧中国对自身受到遏制的怀疑 美中两国领导人去年11月举行的卫武 取得了一些积极成果 中方对此次卫武的报道 强调美方做出的一系列保证 包括美国不寻求改变中国体制 不寻求新冷战和不支持台独党 美国向中国做出的这些保证 标志着一个重要开端 美国需要在未来几年的言行中 对保证付诸实践以降低冲突风险